大陆区间宾院小区 顿购夏川的这九状居民楼建于1990年 楼梯表面破旧 裂缝密布 装机为城管灌柱装机处 侵入隧道的装束达137根 最长入侵装机长度达2.5米 楼群所在区域的地质 主要为立质粘性土 全分化花岗岩 及中微分化花岗岩等 颜面起伏大 水文地质条件极其复杂 工程员定拆除建物物 直接切装通过的方案受阻后 为确保工期 中建南方专邀中国工程院 孙军院士等专家 进行调研论证 最后确定采用空楼 加预加固 加顿垢切装通过的方案 施工前 首先对切装区域地层 进行预加固处理 并设定了20米范围的试验段 根据试验段推进参数 对顿垢及切装参数 进行反复调整 将刀盘推力预设为 1500至1800吨 刀盘转速预设为 0.5至0.8转每分钟 土仓压力预设为 1.2至1.5磅 并确保顿垢绝近 保持均匀和连续性 在绝境过程中 对刀盘刀具的保护 尤为重要 中建南方在设计上 强化了刀盘刀具耐磨性 采用Q690特种钢板制作刀盘 刀具全部配置 由卡特比勒特种耐磨 合金制造的进口滚刀 并采用适宜在土仓内进行拆卸 和更换的备装式安装 在下穿建筑物前 设置换刀点 进行筑浆预加固 当刀盘进入换刀位置时 检查更换刀具 并及时清理妆头 及刀盘上的废钢筋 为防治沉降 采用绣法管筑浆的方式 对地面进行预加固 同时在切装区域采用快速凝固化学浆液 进行洞内水平铸浆和补浆 设置4D自动化监测设备 及时监控绝境 切装通过后 部分装机赫在直接作用于管片 为提高管片秀丽强度 将装机下班的管片 全部改用特殊钢管片 顿购切装工程 历时22天 累计切装137根 顺利穿越兵院小区 创造了地铁建设史上 顿购法施工 穿越建筑物群的经典案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